糟了糟了 我的資料好像被人盜用了 怎麼辦 不用怕 我們有Sharp Sharp VPN大學 不用怕 有我Sharp Sharp VPN大學 只要有我就要針對你的網上身份提供保障 使用Sharp Sharp VPN 你可以保護到自己免受這個數據攝取 跟蹤監視和商業目標的困擾 不止這樣 我還可以針對這個公共WiFi 提供安全保證 公共WiFi網絡或者是很方便 但對於黑客來說 它就像一個金礦一樣 但有了我之後 只要一用Sharp VPN 就可以有安全的網絡連接 還可以確保你使用網上銀行的安全性 我好像鑽石一樣堅硬的 端對端加密和惡議院經過濾器 也確保你每次都可以安全地使用網上銀行 哈哈哈哈 我就是這麼無所不能的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無所不能的 多謝你Sharp VPN大學 不用多謝 給錢的 輸入我獨有的Promo Code 就立即獲得1.7折讀 即是83%offer 免費享用3個月的額外折扣 還不快試試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繼續我們 微辣之力大測試 好 這樣玩完 你看到這裡 它就有一個這樣的 這個叫什麼 有一個盒子 就放在銀子裡面 你看到下面這裡 有5顆珠珠 正常這樣的情況下 銀子就可以倒出來 但當你想把它倒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那些珠珠就會擋住它去路 好 現在就要看看它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沒有方法可以把銀子拿出來 我們現在就看看同事 走吧 你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把銀子拿出來 可以把銀子拿出來 可以把銀子拿出來 可以啊 試一下 可以嗎 很困難 很困難吧 應該是不行的 對 怎麼可以把銀子拿進去 怎樣塞進去 塞進去很簡單 但拿著很困難 不行 不行 你快放棄吧 好 進去 我這個盒子裡面 有一個古代的古羅馬的銀幣 你如果可以成功把它拿出來 這個古羅馬的銀幣就出來了 我這裡有很多 是我 純粹這個盒子裡面有5顆珠 這5顆珠就是守護著這個銀幣 你有沒有方法把它拿出來 要拿出來我去吃吃 你現在的策略可否說一下 你的策略可否說一下 應該是把這幾顆珠 把它分開去一邊 割一邊 才有那顆銀幣 一元就可以出來了 但你有什麼方法把它分成兩邊 可否用暴力解決問題 這是用自力的 對不起 你扔爛它也拿到的 這樣吧 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你試一下 然後拿出來 對 試一下 你發現你的手指頂住了嗎 真的不行 對 又要開館 其實我也不會 對 我真的看說明書 這是不是新同事 是 新同事要嘗試一下 搞不定 正常的 真的正常 沒有其他小的 對 沒有其他小的 繼續吧 現在不怕 慢慢來 不行也正常 請勾 按一下 用水 不用其他東西 其實 不錯 這塊 一塊仔 可以用這麼多 這樣嗎 不要緊的 沒有問題 那這個 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這個是古羅馬的水晶盒 沒有 真的 古羅馬的銀幣 有沒有聽過 沒有 真的 很少有 我手上有一粒 好嗎 又是只有你有 對 還有這個 OK 你說葡國也好 不是 說什麼古羅馬 這是古羅馬的銀幣 我選擇放進去 等一下 不 不玩錢 你拿出來 就很理 這個銀幣 價值幾萬元 很可憐 真的 我把銀幣放進水晶盒 有膠盒 水晶 你要做的事 就要把它拿出來 用你的智力 把它拿出來 哇 好聰明 我沒有想過 他那些 我沒有想過 你打算嗎 現在就嘗試拿出來 其實我覺得 有機率可以出來了 我覺得你有機率 是有智力問題 知道 那這些古羅馬人的智慧 就不會讓你可以 搓一搓一搓 不用擺在這裡 擺條街頭也可以 可以了 錯 出不了 因為地心吸力的關係 我沒有地心吸力 不是 那幾顆豬豬 這幾顆叫發豬豬 它就會在底下 這麼小顆的豬 什麼 它們是要小一點的 我們先去吃東西 沒問題 可以 你試一下拿出來 你先試一下 現在你要試 你要測試 你要提示 好 要付錢的提示 那不要 那有它 你繼續 有提示是比較容易玩 不過 對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你這樣是活的 某程度 但是你手指擋住了 它一用手指就拆開豬 對 但是你手指可能比較粗 是指甲來的 先生 你手指也頂住了 對 就算你沒有指甲也是手指來的 對 燈爛了就要賠錢 它運用了一些 是不是叫麥理學 那些 力學 力學 你說我運用力學 它 你要用力學來拿出來 不是大力打破的 那些力學 好 姜總,挑戰一下 你有甚麼策略 可以說出來 我沒看到那個結構 沒看到那個結構 好 有幾顆豬 那顆豬 一顆 進入裡面 一蚊雞的殼 就已經有機會出動 有些想法 姜總 他好像有些想法 他現在把兩顆豬放在兩邊 他準備 對, 按住兩顆豬 然後 他要做什麼 他會直接挖出來 是不行的 挖 是不行的 那男人 踏入中年 在辦公室公園 不停搖一搖 還是沒有反應的時候 豬 來吧, 豬豬 好, 開始玩過 你豬筋計劃 現在開始了 30秒 姜總 好, 時間到了 那真的開一次我看 你到時看我的影片 這個東西好 你送給女朋友 他玩一天了 他自然一天 不用理會他 星期六天那些 吃爛的都可以 不行 吃爛的都可以 賠錢 然後呢 他就是這五顆豬豬 就擋住了 要讓這五顆豬豬 會分開兩邊 然後讓它出來 要同時間 一出來就好 對 好像有弱子 他做這些 沒關係 正常都不懂 不行 然後呢 行嗎 行的 不要假裝他 賠錢 賠錢 只需要兩百元 你就得到這個古羅馬 又欺負 又欺負 你信不信 兩百元 兩百元不信 兩元我好像不高 我不信 我一定不信 有人會給兩百元看 你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我決定給你了 真的一百元可以買到的貼士 你一百元買到嗎 是 即是你給我自己拿出來 我給你一個貼士 你可以從這個方向想到拿出來 好啊 是 放水 放水 嘩 真是飛蘭 真的很煩 史上第一次收到一百元 你見不見到 OK 其實我都是要搭配他 不小心 不是 看你真的變了一百元 那沒辦法了 我跟你說 向心靈 是 我給你一百元 你跟我說向心靈 向心靈 你不是搭配他不小心 你用向心靈 令到這些豬 飛去兩邊 再加上地心吸力 和宇宙的猛壓力 那個人就會掉下來 其實你笑 你都知道 你怕會打 真的 你怕會打 真是向心靈 只要你能夠用向心靈 將這兩顆豬 飛去兩邊 接著有地心吸力 那個人就會掉下來 就是這樣 不是 向心靈 你知道甚麼是向心靈 向心靈就是 你有沒有見過人 有杯水 然後有一條星 但杯水不會倒死 那是向心靈 你這個也有向心靈 但你向心靈就剛好擋住了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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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古羅馬 古羅馬的水晶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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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多買一個 哇 神經病阿 六十幾元 他不是吧 十九個八個 我們可以多買四個 你看他笑得多放肆 這樣吧 沒辦法了 你 既然給了八元 你又弄破了 那就打滑 塞進去吧 塞進去 但好像買多了一份 好像有刀吧 幸好由於它 我就買多了一個 所以OK 多謝的資助也可以 我買多了五個 我們繼續 我示範給你看 向心力 以她為人 她內心是罵我 不是誤會 我收了100元 是嗎 試一下 好了 到最後 說一說 這個究竟是怎樣 可以令銀子出來 就是當你高速旋轉的時候 你用了向心力 那些豬就會飛去兩邊 當它飛去兩邊的時候 再加上這個地心吸力 那個銀子就會掉下來 應該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練習 因為你知道我是試過畢業的 我試一試 就是這樣 那些豬只要令它 在銀子下面 你看看 銀子下面 應該就OK的了 我試一試 正常轉就會出來 你轉得快 就夠快 所以我試一下 應該不行的 不過 就是這樣就出來了 你看看 當然這個是沒有那麼帥 有個帥的方法 但是就會痛一點 就是因為它這個位置 是可以轉的 所以你就可以一下子彈它 等它彈它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旋轉 這樣就掉下來 但是你手指會很痛 那你就要很忍痛 你要忍痛 OK 這樣就不行 它不夠大力了 但是你看到其實 它已經分了出來 已經是兩邊了 只差一點點 那我試完了 就是這樣 其實也很輕鬆 你的手是跟著我的手 你要承認呢 就一定是彈的 因為彈如果夠大力 你就一下子彈出來 那麼 它們也未必知道 是怎樣出來 有些人 它就自己會狂彈狂彈 它未必知道 是因為彈的時候會轉 那它彈的時候 它的手指也會很痛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從它的表情 只剩下一點點安慰 就是這樣 沒錯 那這集 就是我們今集的尾 是我的大測試 那麼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大家看完片 就記得留言 share 和subscribe 拜拜